王曼玉惊魂显胜了国拼头号强敌 第一集团是再加艺人 印度队必须重视 否则可能奥运丢冠 中国国拼今日是迎来了WTT新加坡大满贯赛 第一个代表国拼上场的运动员就是王曼玉 他又肩负起给国拼打下第一炮的重任 而对手是谁呢 阿库拉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我说一下他的战绩 刚刚结束的釜山士兵赛女团比赛 第一轮就是国拼女团打印度 国拼是3比2险胜了 中国国拼一共就打两个对手丢过两场 一个是打印度一个是打日本 也就是说这印度已经和日本的实力一样了 而且不夸张 当时这个阿库拉3比0在第三单打位置 暴打王毅迪 现在王曼玉遇着他 你说这比赛能好打吗 俩人以前甚至都没有在国际单打赛上交过手 这是完全的遭遇任何特殊打法 于是王曼玉遇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险些一轮有握 上来王曼玉和对手打到6比6平 你就感觉这对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后面曼玉连打5分 打得更耐心力一些 拿下 但是第二局 双方站得9比9平 这阿库拉又是正手 加上一个他网球 拿下 11比9 双方1比1平 第三局王曼玉11比5 再赢 可是第四局王曼玉又输了 8比11 比赛来到2比2 决胜局这个决胜局如果输掉 王曼玉直接一轮游 就彻底失去了追赶孙颖沙 争夺奥运单打资格的希望了 可是王曼玉还是拼了命的扛住了 尤其是在5比4换场地之后 连得2分 7比4领先 虽然后面被追分 但是马林在场面大吼给王曼玉打气 帮助他顶住了最艰难的时刻 最终是王曼玉立下了大功 决胜局11比8 战胜阿库拉 赢球之后 王曼玉激情释放 握紧拳头 仰天大吼 马林也是双拳抬起 朝着天花板 大吼庆祝 这比赛打得真是太难了 他不是日本队 也不是韩国队的高手 但是他给中国队带来的威胁比这些高手强得多 因为你没跟他打过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打法 他是那种最特殊的打法 还是遭遇战 如果换成一个人 可能今天就真的要一轮有了 还好王曼玉这次扛住了